我们叫变数了 当然理论上就是这一式 它就放在记忆体里面 你可以随时去置换它 那我们将来呢 就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那另外的话呢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Python变数不需要先宣告 就可以使用了 也就是变数名称加一个里面的值 所以scope等于80 它就把80存放在scope里面 以后在记忆体里面 scope就等于80 那80的值你可以再丢一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盖过去 如果scope等于 后面再写一个scope等于100 它就变成100了 因为那个变数有点像那个剪贴部吧 你剪贴Ctrl C第一次 这一个 现在在Ctrl C 前面那个就不见了 被盖过去 只能放一个 OK 特别注意 那底下的话呢 如果你是放文字的话 那前后就有什么 这个 双以后 OK 那记得哦 里面是要成对的 再来的话呢 注解的话就是这个请字号 OK 然后底下的话大概相当规则 那命名的规则特别注意哦 你那个变数名称的规则 这些可能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它的那个名称不能用数字 那顾名思义啦 就是说你这边的A 刚刚的那个 我们这个名称有没有 你不能说 1等于3 然后后面的话 你就这边再加个1 它会搞混 为什么 因为数字本身 它就是计算功能 那如果你把它当变 它没办法分辨 但是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这边加个A吗 A开头可不可以 A1可不可以 可以 OK 所以如果说你 假如说里面有数字 没关系 但不要放在第一个字就好 这是规则一 规则二的话呢 其他的符号尽量不要用 比如说你这边加个A 加这个符号 或者加个什么 逗点 这些都不要用 但是其实你可以用底线没关系 符号里面 所有都尽量不要用 除了一个underline OK之外 所以以后啦 你会看到我那个名称 会用底线 但是其他符号尽量不要用 哪怕是可以用也少用 一定会出现问题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规则 然后还有什么呢 一些保留字啦 所谓的保留字就是 里面像刚刚用到像print啦 或者像for啦 fire等等的 以后会用到的文字 你就不要去用它当变数名称 不然的话它会混淆 到底你是这个 这个是里面的 还是 就是会有错乱的可能性 底下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新增一个 一个另外一个范例 比如说的话 我今天变数里面要放什么 比如说我放什么 一个hello world 里面这个放进来的话 它就会是 x的话 假设放这一个 它就变成 它是一个stream 就是自串 放这个的话int int就没有小数点 整数的意思 假如有小数点的话 有没有 那就是float float的意思就是 有小数点 OK 那另外的话 还有第三种 就是所谓的list list就清单啦 那意思就是说 上面三种 只能放一个资料 如果说你的资料 很多个 不止一个的话 比如来源 很多 以色列里面 不是有很多个 初春格吗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请你用串列 用第三个 要怎么错 请各位稍微练习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增加 另外一个 这个 这边把它改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错误 有没有 它一定会叉叉 好 好 那